德國狼犬 還有那個 應該是那個訓練 類似警犬隊這樣 來訓練嘛 來表演 然後那個狗就在棚外面 那我就過去跟那個狗主人 要講等一下的內容 然後因為我的動作 是比較誇大的嘛 那我就去跟那個主人講說 你會不會不要逼我 怎麼樣的時候呢 然後那個 德國狼犬就突然這樣 往我的下體這樣 一下子而已喔 然後那個主人就說 你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沒關係 然後我就繼續跟那個 那個狗主人講嘛 講完了以後呢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下體涼涼的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然後我就去廁所打開看 就是他那樣一下 就把我的肚臍眼這個 下三指的這個地方 抓了一道口子 然後呢 我就跟我們製作人講說 這怎麼樣這樣 然後呢 他就立刻大聲上說 那個小梁的 雞雞被狗咬了 然後就到處去講這樣 然後我想說 你講這個幹嘛 你應該先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或者是怎麼樣有沒有 然後我就說 那我可以出去一下 因為在台式錄影嘛 隔壁台灣醫院嘛 他說好 那你就去急診啊 我自己一個人 走... 因為下面開始有點麻麻痛痛的 幹嘛冷笑 然後就去急診室嘛 他急診室呢 然後就那個醫生就問說 怎麼會這樣 我說沒有 剛狗抓了一下這樣 然後因為他說 因為它那個是撕裂傷 而且狗啊 它的那個... 唾液 唾液還是什麼不知道 就是說是很髒啦 會有病毒 如果你不好好的處理的話 可能會怎麼樣 而且那個傷口是比較 不是不均衡 因為它是被... 可以看一下傷口嗎 沒有...好了... 然後呢 他就趕快來幫我縫 幫我弄 其實後來 不會那麼快好 對不對 就是有養狗經驗的 可能會知道 就是被弄... 被那些那個... 弄到 他就是不會... 那個傷口不是那麼的... 完整啦 然後就好了一陣子才好 那回去以後呢 還開醫師證明啊 他就是什麼 下腹部撕裂傷 然後拿那張回去 請款的時候 也是一樣 公司所有的人都在講說 小梁的雞雞被狗咬了 就這樣子 很痛耶 就大概弄了一個月啦 差不多 這還滿痛的 就是說以後有一本啊 動作不可以太大 那個狗會以為說 他...你要攻擊主 對... 還沒抓到 那目別還沒抓到 對... 財頭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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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